史上最烧钱游戏增长乏力 巨人网络征途录在何方 原标题 史上最烧钱游戏增长乏力 征途录在何方 曾经凭借一款爆款游戏 狂赚200亿元的巨人网络 目前陷入业绩泥潭 10月31日 巨人网络发布2021年第三季度报告显示 今年前三季度 巨人网络实现营收15.42亿元 同比下降10.57% 如今 巨人网络采取多种方式弥补业绩 除了延续旧有IP持续开发产品外 也在研发新产品 但尚未迎来新的转折点 游戏产业时评人张书乐 向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 巨人网络没能保持收入持续增长的原因 是没有顺利做好 从电脑端游戏到手机端游戏的转型 作为一款2D大型多人 在线角色扮演游戏 征途以中华武侠文化为基础 融合了PK战争 休闲竞技 恋爱养成等多种玩法 最早提出自动巡路 自动打快的玩法 首创游戏免费 道具收费模式 公司在2021年半年报中表示 征途电脑端网络游戏 及移动端网络游戏 全系产品 累计收入超200亿元 10月17日晚间 巨人网络公告称 巨人网络与东正瑞波投资中心 于10月15日签署了投资意向书 公司拟以现金方式收购东正瑞波 获其关联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淘米集团 72.81%权益 经双方初步沟通 淘米集团的企业价值估值为人民币15亿元 最终交易价格将根据尽值调查结果 由双方进一步协商确定